好,那么接下来呢,看一下我们第二四主单词呢,老鱼是个文艺青年,好,有人说老鱼真的是文艺青年吗?对的,老鱼就是文艺青年,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老鱼呢,在大学期呢,想成为一个诗人,好,所以呢,他写了无数诗篇,却没有人给他去发表,他头诗无门,后来呢,在一个西洋西洋的时候呢,他烧毁了所有诗篇,好,那个诗歌是一个诗呢,叫Worth, 只有一首诗呢,他呢,缠在了Vibus的字典里,没有被烧毁,好,所以呢,在这一刻的话呢,老鱼呢,这首诗呢,非常著名,叫《蚂蚁师》,好,我读过以后,一遍就记住了,现在老鱼今天成名了,对不对,他的诗歌呢,被后人所传送,现在已经被记住了,国家诗人协会的核心期刊,诗集中后人所传送了,他是这样写的,叫,一只小蚂蚁,爬呀爬,爬呀爬,太阳升起了,太阳落下了,一只小蚂蚁,爬呀爬,爬呀爬,泪呀爬,泪在心 泪在心里流,泪在心里流,好,完事了,这首诗呢,就这么写的,当时我听完以后,不愧了,对不对,为什么呢,因为国家诗人协会的那种平时的人是这样说的,这首诗呢,读过以后,有一种大地苍生的无奈,有一种大地苍生的一种悲凉,那个年代的人呢,就像小蚂蚁一样,非常的平凡,每天呢,不停地去爬呀爬,爬呀爬,爬呀爬,遇到危险的时候呢,遇到委屈的时候,泪在心里流,泪在心里流,所以呢,读过以后,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,有一种苍生的无奈,大地 悲凉的感觉,好,这个视频写的相当不错,发现没有,那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呢,因为老姨今天成功了,她的一切缺点变成她的优点,老姨今天如果不成功,她的一切优点就会变成她的缺点,而当年这首诗呢,她投诉们根本没有发表,而现在,她的首诗居然被收到国家核心事件,四季中国后人手传送,所以告诉大家,当你成功了,对不对,你呢,就会变得非常闪亮,说的优点都是你的优点了,是不是,那么也告诉我们这三诗的用法,诗歌,诗歌什么特征呢,就是那句话,来回说,一只小蚂蚁 一只小蚂蚁,拍呀拍,拍呀拍,对不对,好,Worse呢,这一诗根讲表什么,叫旋转的诗根,这一单诗讲呢,它表示的是诗歌,诗歌的这句话,转着说,那我觉得挺好,可以的,看他翻译,Worse,是不是,窝过来的,Worse,是不是,窝过来的,是不是,好,那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单诗呢,这单诗叫做宇宙,宇宙什么特点呢,特点呢,Uni表示单一的,Worse表示转,对不对,按照统一方向旋转的,就是什么的宇宙了,叫Uni-Worse,看到了,因为人们人们,宇宙呢,按照统一方向旋转的, 大方向旋转的,对不对,好,那咱们看一下新名单诗叫Universal,什么意思呢,宇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,所以呢,它是呢,Universe的,形容是叫Universal,看到了,好,那给大家看一下,Reverse,对不对,阿姨,你们认识吗,叫做Against,叫相反方向转,叫颠倒反转,所以呢,很多人,那路人机呢,就有什么呢,Ultreverse功能,叫自动翻转功能,记住,听力呢,不能听太久,听太久会你听,带来损伤的,我一个学生呢,当时呢,就是呢,高中阶段想出国,好,结果呢,你会 发现,就是听力不好,所以练了一个暑假的托福听力,之后呢,一个耳朵呢,听成了神经耳聋,那么如果运气好的话,半年可以恢复,如果运气不好的话,终身将失去,叫做听的功能,所以呢,讲的一件事情就是,你不能到为了去美国留学,先把自己听成小龙女小龙男,对吧,应该是呢,每天最多听两到三个小时,不要超过这个时间了,后来这个男生很无奈,他呢,只能去呢,叫做在国内考大学了,由于呢,之前呢,一直在忙着考托福和结二一考试,所以到这个结果呢,托福和 SAT,到这个结果呢,也没这么好好学习,最后读了是深圳大学的高尔夫球管理专业,他准备严运气生在出国读了,所以跟大家说呢,一定要记住,适当的去学习,适当的去休息,很重要,对不对,叫reverse,叫颠倒反转,新名单词叫做inverse,对不对,inverse的意思呢,暗面是往里,所以往里转,所以叫做inverse,叫相反的,反转的,inverse,新名单词呢,叫做anniversary,叫周年纪念,来具有一个词跟叫年,好,ANNI,作为词跟讲,叫年的词, 跟山长得很有年的感觉,你看,NIN,对不对,那一安年,对不对,每年转一回,叫周年纪念,我历史呢,有个居卖班,是我出国比例同学最多的班,那个班呢,到目前为止,只有一个同学还没有出国,那个同学是大亚班,核电站的党支部书记,由于身份太复杂了,大亚班,核电站,党支部书记,你不觉得孔本子同学就是他了吗,是不是,那为什么会出国那么多呢,就是因为,我当时呢,是呢,叫做给他们举行了,他们的一周年聚会,叫 Anniversary,好,我去了,他要求呢,每一周年就聚会一次,好,那么聚会第一次去的时候呢,我发现,很多在国内同学呢,说,他们先说一下自己的一年的感受,有个同学说,这一年来呢,我在国内过得很幸福,好,我去了百度工作,因为当时呢,他的同学里面有百度的人力资源总监,在出国之前呢,把他招了进来,他跟男生说呢,我这一年过得很幸福,好,我呢,把我们班的一个女孩子搞定了,所以呢,我呢,叫,有个人叫得称比目和指使指纪,一样不先纪,我根本不想出国,因为我过得很幸福,好, 那么大家知道,国外同学呢,不能飞到,不能飞回国那些同学聚会的人呢,到寄个三分钟DV过来,好,那么有同学呢,站在自己的学校标志物门口,讲了一小段东西,好,每个人都这样的,后来呢,很多同学崩溃了,为什么呢,当国外同学说话的时候,同学都陷入了沉默,因为你旁边那个人,上课不停问你问题的人,对不对,他最后去了哈佛,你能平衡吗,是吧,而旁边的人呢,叫做不停问你问题,对不对,后来他去了夜路,你能平衡吗,所以第二年呢,大家呢,受到强刺激,又走了一批人,所以那几年过去以 现在只有那个大亚湾核电站的档子不出击,已经不能出去了,所以呢,没办法,对不对,他没出去,别人都出去了,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,人有的时候需要有强刺激,把青蛙放在凉水中呢,加热水的过程中,千万会阻止到里面,而如果开水,你把青蛙愣去的话,千万会弹出来,因为强刺激,他总向上跑的一种冲动,所以呢,咱们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,我今天也说的话,彼此相互刺激一下对方,对不对,刺激来刺激去,大家也就出去了,大家一鼓作气都杀到美国去,对吧,这事情发现呢,美国土医占卖 我们中国人,我们叫做殖民,而不叫移民,是不是,叫anniversary,叫周年纪念,而annual呢,表示是年,看到了,是每年的,像是这样跟我说,老师,你的annual salary是多少,每年的年薪是多少,对不对,大家知道,何必呢,对不对,你问出一个结果来,如果我比你高,你郁闷,你比我高,我郁闷,何必呢,对不对,青春本来短暂,何必苦苦伤害,是不是,好,那看一些名单词呢,叫做a worth to,对不对,对什么东西是有敌意的,叫a worth,厌恶,这个to是个借词的,a worth, a worth,厌恶,不好的方向去转,是要厌恶某人,好,那某人看一些名单词呢,叫做a worth,好,p啊,表示的是美,我每个点都给你对着转,对着转,所以叫做,刚必自用的a worth,像有些女生呢,专门跟自己的妈妈对着干,对不对,那么穿衣服呢,穿的多与少,以她老妈尖叫声为主,对不对,她老妈尖叫声越大,那么这些衣服越性感,她老妈尖叫声越小,这个衣服越不性感,所以叫做a worth,刚必自用的,故意做对的,好,就是单词,那咱们接着看, 这些名单词呢,叫做a worth,对不对,worth呢,表示转,ad呢,表示移栽,移栽向不好的方向转,所以叫做敌对的a worth,好,叫做a worth,所以呢,有单词叫做对手,a worth,也说你的成功呢,取你的对手是谁,看到了,也是呢,很多人一直问我说,老师,你看我什么水平呢,记住,找你三个假想中的朋友,不是假想中的好,找你三个真正的朋友,找你三个假想中的敌人,那么取平衅值就是你的水平,叫做a worth,叫对手,敌手, 所以呢,成就在哪里,取平衡的对手是谁,如果你呢,你没什么事跟狗较劲,那就是狗人一个,如果你没什么事跟鸟较劲,那就是鸟人一个,所以呢,一定要选一个,竞争对手,非常重要,好,新名单词呢,叫做a worth,对不对,来自哪个词呢,叫做a worth,叫做a worth,看得好,而worth呢,表示转,对不对,向相反方向去转,所以叫做矛盾的,像有人说话呢,自相矛盾,对不对,叫a worth, or worth it,有人在高考作文中这样写道,我家门口有颗百年大树,他经历了千年的风霜,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经历的,对不对,还有人说呢,骂得老子想吐一头狗屎,大家想看,能吐出狗屎的嘴,那是假英雄嘴,是吧,而呢,老鱼呢,是说话自相矛盾的典范,老鱼呢,当时呢,我们一起来吃冰虾的时候,就把虾冰晕了,扒皮沾尖辣食,好,这样比较鲜美一些,老鱼说,同志们,快吃,快吃,好,不然一会儿虾醒了,已经死了,发现自己已经死了,大家想看 在虾醒了以后,如何发现自己已经死了,对不对,所以是个control worth it,一个矛盾的语言,对不对,好,那咱们今天晚上看,新闻电视叫做worth头,讲过没有呢,讲过了,对不对,我可以worth头,多才多艺的人,worth呢,表示赚,你看,大家知道,能够玩的赚的人叫多才多艺的,所以各位同学,在出国之前一定要培养一个爱好,因为老外人民,因为如果没有正常的爱好,一定有非正常的爱好,所以呢,一定要培养一个爱好,像莉莉呢,你可以发现什么都会,比如说,羽毛球啊,网球啊,棒球啊,我都会打得很好,为什么呢? 因为它是适合教育的一个手段,我会去打这个球,但是我打得并不好,但是呢,我可以不跟别人去打这个球,去玩,去交流,你不能总是吃饭,对吧,所以呢,要培养自己呢,多彩多艺的一面,对不对,什么都要会一点点,是吧,要吾而死同,但我现在就什么不会呢,我告诉大家游泳,好,为什么呢,因为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游泳教练,摆在我的面前,我没有珍惜,好,现在呢,我懊悔不已,对不对,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,我一定会对那个游泳教练说,我爱你,一定要教我游泳,为什么呢,大家知道,当时在上托夫班的时候, 下面这个是国家级的游泳教练,他跟我说,莉莉,你教我托夫吧,我说行啊,没问题啊,我的费用很贵哦,新东方的VIP都是一个小时一千块的,那个人说,我不准备付你费用,我说呢,我不可能作为免费的劳动力,是吧,他说,是这样的,咱俩作为体力交换吧,因为我是国家队的游泳教练,所以呢,你呢,叫做教我,教我托夫,我教你游泳,这样的话呢,咱俩体力兑换,我想,哎,国家级的游泳教练, 那我觉得跟他学一学,对不对,我们两个,如果价钱相当,我觉得还是合适的,净体力交换,于是他就问我,说,你想学什么游泳,我说,我想学蝶泳,他说,你会什么,我说,什么都会,我只会溺水,是真的,我真的什么都不会,那为什么要学蝶泳呢,因为我能想到就这么一个游泳,别的我也不会说,后来那个教练说,好吧,他带我去买了一个服装,有机会你看看,莉莉的服装,他相当专业,就算,就差穿鲨鱼皮了,当时我就问他,有没有什么做题技巧,对不对,他说,有,曲腿支腿,收腹踢 就八个字,我当时呢,在呢,叫做游泳池呢,练一练,我就跳到水里面去了,当时呢,这个游泳教练呀,就拿杆把我拖上来了,他说,你这叫溺水,根本不叫游泳,你要在路上练三个月,对不对,练一个月,练了肚皮跟水的完美,练了这个动作的协调,然后你到水里面呢,拿游泳圈再练一个月,当你肚皮跟水完美,切合在一起的时候,就可以游了,我跟他说,我就去了一个星期,因为肚皮太疼了,而且像白痴一样,曲腿支腿,收腹踢,对不对,到现在为止呢,你会发现,我 我依然不会游泳,我到游泳区呢,一般来说是,叫做,每次去游泳池的时候,非常崩溃的,我散亮灯场,因为衣服很专业,对不对,所以人都看着,我说,哇,退役的游泳运动员,一看就是,我活动活动呢,走向儿童区,大家很崩溃,笑着就离开了,是不是,现在我儿童区也不去了,为什么呢,因为小孩在里面拉尿,你游游游突然腿上特别热,被他拉了个尿,所以呢,后来我学生告诉我,只要我在稍微深一点的水域中呢,把头埋在水里,对不对,人就可以浮起来, 我后来试了一下,真的可以浮起来,浮湿就这个原理,是不是,但是呢,我想跟大家说的是,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,就是因为我的教练牛不牛,牛的,我的那个技,他的技巧牛不牛,牛的,我的设备牛不牛呢,牛的,但是呢,我当然为什么不会游泳,因为缺乏练习,我讲单词讲的方法再好,对不对,如果你不背,谁都帮不了你,能明白,所以呢,一定要练,练才是最重要的,一定要去背,背才是最重要的,我讲完单词以后,你背单词,可以说痛苦减切了许多,但永远不可能是零痛苦的,还是要去背的, 因为我呢,如果有零痛苦的话,我大脑有自动下载程序,直接下载在体内,我要是更开心一些,是吧,但是问题是没有这个东西,看到了,好,那给大家再一起看,对不对,那么叫做Diversify,第1,第1,第2,Wars主要转,向两边转,叫不同,好,今天的你和今天的我到底有什么不同,对不对,叫录不同,不相为谋,叫做Diversify,所以这名词叫做Diversify,IFY给大家讲过了,使其动词化,需要多样化,Diversity表示多样化的名词,这样呢,我们的Wars系列呢,一共你在豆腐考中会见到这么多, 单词,回家就全部都讲完了,我的Wars系列单词传记,对不对,